战术笔的两种握持方式 战术笔在我们平时持握的时候 基本上也是分为两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这种握法 要用你这个掌根去抵住它的同时 这样去抓握 这种的话你顶它才会更加的安全 像胳膊 手 包括我们那个锁骨周围 胸部有肌肉的部分 包括腹部 这些地方都是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种效果 头部就不用锁了 那个地方就是大家尽量不要做 如果用这个战术笔的话 后果有点严重 还有这种手法 我们可以用这种姿势去握 这种握的话就有点像 所谓的砸几 有点砸握 有时候对方在背后抱着我 就可以砸他的手 如果跟我有肢体的接触 下我的脖子我可以砸击他的胳膊 甚至是很近的时候 连击的方式 可以砸击他的痛点 所以说战术笔从携带 还是作为防御的价值都是非常高的